大家好 歡迎收看 誰來踢館 今天大名甄甄的阿靖 哈囉阿靖 Yeah 我們的巨大話阿靖 今天終於來踢館了 阿靖有把握嗎 我不知道 因為這副牌 我每次到管賽都打他 然後我為了打資格 我現在都是打到亞軍 然後沒有32人 然後就是中管 哇 32人才有兩名資格 所以我昨天把這整副牌大改 然後今天來測試看看 對對對 好 那今天一樣要 讓阿靖來賽賽 那一到四五六不算 好 三是不是 好 三的話就是目前最強的 三層參想 有把握嗎 有把握 有把握 哇 好 那我們馬上進入戰鬥畫面 Yeah 那各位現在看到畫面上 左邊芒果 右邊是阿靖 左邊芒果玩的是33想 好 骰硬幣喔 反面 阿靖要 先過來後攻呢 想一下 阿靖是玩超夢 烏賊走 好 他要先攻 我覺得烏賊超夢打三神算很優開啦 因為 人鬼只要有開到 基本上就沒問題了 好 來 好 沒怪物 那現在進 放一隻 好 獎勵卡這邊看一下 放錯邊了 放錯邊了 你看這卡套超可愛的 有超能量 冬冬鼠板 木老袋 以及貴重球 和一張森林 和超能量 兩張 那現在換芒果 繼續 芒果後攻 好 七張 看一下手牌 恩 三神起手 感覺還行吧 好 獎勵卡這邊 遠福 剛能量 剛補丁 腳踏車 博士 這個應該都還好 好 兩大 兩大這個 主流對決 好 阿靖先攻 直接貼個能量 有大護符 OK 仙機球 丟梗鬼 哇 該有的都有囉 好 那現在繼續 拿冬冬鼠 好 檢數一下白祖 那其實 如果三神打 超夢 這個有被開到 耿鬼 然後 三神被殺掉 基本上應該就輸了啦 基本上是打不回來的 哇 難怪剛剛 阿靖會說 有把握有把握 哦哦哦哦哦哦 住台中的玩家 應該有常在道館賽 看到阿靖吧 他說打很勤耶 為了資格 好 貼個大護符 然後冬冬鼠 直接全丟 丟了兩張博士 一張板木 一張 呃 硬張 好 沒問題 好 抽六張 好 寶藏 丟那個是鬼術 鬼術 全圖的 拿一張好萊遊 那手牌還有東西要繼續做嗎 那現在如果是因為先攻的情況下 應該就不會下森林啦 如果有抽到的話 畢竟三神還蠻需要水能量之類 就是基本能量 可能也要幫忙壓牌之類的 而且你開梗鬼之後 你森林是可以用的 好 換我 抽牌 呦 有平板 場地 博士 好 先平板再說啦 拿個仙機球吧 仙機球 哎呀 虧呀 有仙機球的話就完美了 後手直接開GX 是不是 有機會啦 有機會啦 好 貴重球看一下 先檢索一下牌組 好 昌翔在 冬冬鼠有 好 三神也在 呃 然後 該在的都在嗎 這講要不要拿這個大嘴丸 拿吧 其實這應該要拿三神比較好一點點啦 但是因為我 能量 等一下剛能量會用博士丟掉 會用博士丟掉 所以我覺得說好像可以來回衝 拼一下後手開GX 好 看一下吧 四張沒有 OK 好 然後直接不是吧 全丟 那現在拼 鋼補丁 有 能量轉移呢 有 哇 你看 後手開GX 所以剛剛GX球 還好沒有拿三神 這也是一個小細節啦 剛剛說拿三神拿來丟的 可是剛剛說不對 我因為已經後手了 你還不拼 就沒機會了 所以你看 剛剛那個 有個意識啦 你們就是 如果打三神槍 想自己要知道這個情況 好不好 自己要知道這個情況 好 那樣轉移上來 然後之後再繼續來一個 因為我知道他會開GX 所以我能丟就先丟一下 看要丟什麼東西 我在想 要怎麼丟比較好 當然是能做多少算多少啦 好 拿一隻蒼翔 拿冬冬鼠 OK 然後再丟 然後再丟 媽 丟瑪莉 反正都要冬了 其實沒什麼差別啦 我在想要不要冬而已 我在想 一直在想要不要冬而已 好 決定了 要冬了 好 拿一隻蒼翔 你看 哦 三張連在一起 有沒有看到 哈哈哈哈 OK 剛想他問我說 要不要開GX 要不要開特性啊 我說不要 我要開GX 還沒轉我一下 好 直接 動了嗎 要動嗎 要動嗎 動不動 好啦 開啦 開啦 不管啦 我就兩張跟他玩啦 好不好 整這樣子了啦 我不想要弄太多手牌 我就是不想賭 我完全不想賭 就兩張手牌就夠了 好像阿靖直接博士抽七張 哇 他怎麼博士一大堆啊 他丟兩張了 現在又有博士 看到森林了 看到仙機球了 哇 這個手牌不錯 其實 好 炸掉 場地炸掉 然後仙機球要來丟個什麼東西呢 那現在他會打三神 因為他畢竟也是高手中的高手 他一定知道說 不能再下一隻蝶蝶或東東鼠了 不能再下 好 拿一張好來油 然後丟了四二真龍GS 四二真龍就是專門打後排的 像我現在大嘴娃血量170 所以等下如果我抽到大護符的話 基本上會貼給他 好不好 那東東鼠我是想說 先不下啦 也是怕他的四二真龍秒到 秒到我 當然如果等下能神抽就神抽一下吧 或是被他這個 這個人鬼開GX碼補滿七張手牌 說不定也有這個瑪麗啦 博士可以用之類的 貼個極光能量 然後丟掉一張手牌 丟掉 哇 欸 那張是20大王Tek Team耶 20大王Tek Team的GX也蠻強的各位 第一招是打180對不對 那他的GS好像 有滿足附加條件的話 可以抽兩張獎勵卡 印象中是這樣子 OK 然後直接模仿了嗎 好 跟過來 GS 翻 翻嗎 好 GS 我不能開 然後把手牌補滿 七張 二三四五六七 好 再抽一張 我的回合 8 好像芒果要偷看喔 不能超過六張 絕對不能超過六張 一 二 三 四 好像五張而已 還四張也五張而已 好吧 然後 就要表現得尷尬了 換你了換你了 然後他又點了我一下 昌翔說 你要不要開特性 快點開一下好了啦 芒果又不是傻了 還開特性 哇 尷尬了 他這下如果有秒掉芒果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輸了 好不好 基本上應該就沒得打了 沒得打 要拚很多東西啦 喔 有馬下朵耶 各位好酷喔 這馬下朵就不錯 那會再拿一張烏賊王 OK 那可能後排會再補一隻 呃 超夢 應該再補一隻超夢 喔 沒錯 下一次超夢 欸 這有點順耶 我覺得這個超夢烏賊手 真的太順了吧 那他不到半天的功夫 這個牌組已經壓到一半以下了 再丟 狂丟 丟來丟去 丟來丟 然後放個氣球 然後直接博士 哇 那芒果已經覺得 大勢已去 這個做成這樣子 我都不知道怎麼贏了 其實現在芒果要想的就是 要拿4張獎勵卡 再加2張獎勵卡 或4加3 或4加2 那超夢是一定得死的啦 可是我重點是殺不掉他 不好殺 好 再繼續 看一下 有仙氣球 有小烏賊 然後好像有一隻日月神 是不是 好 丟個寶藏 丟掉一張那個 是日月神 應該是吧 有點反光 好 哪一張烏賊王 烏賊王應該是用不到的 哇 你看牌組剩一腳一腳跌而已 你看剩一點點耶 有沒有 大概剩不到20張耶 我的天啊 明明不是第三回合而已嗎 好 再下一隻 特性 特性 兩顆 只有一顆是不是 好 然後 直接怎麼打 要怎麼打 現在很專店 要看要怎麼打 你看 芒果直接 我也沒辦法 我也沒辦法 對 沒辦法 沒辦法 被秒殺我也沒辦法 打 不打 打 哪一招 要看打哪一招 八張要六張喔 他確認一下墓地 喔 我才動一回合而已 你要看墓地我根本沒東西吧 太好笑了 打了啦 耿鬼啦 打了啦 打了啦 賭下去啊 有沒有解 來吧 他想要用 他在想要學誰啊 好啦 打啦打啦 哪一招 好 耿鬼 燒靈現象 一 二 三 四張 喔 兩百滴 好啦 可以啦 至少有破半了 破半的話 等下兩百滴再加一百五的這個 叫什麼 黑夜魔鈴的話也是殺掉我了 所以他基本上很劣勢啦 糟糕了 好 兩百滴 後排 那只能打啦 沒辦法了 好 貼個水能量 然後呢 直接大戶符貼給 大嘴娃 好 五張喔 五張我會想要不要瑪莉 好 算了 好 再加一張 那想要不要下 好 大戶符給他 就是不要被四二真龍摸掉 那冬冬鼠芒果也不想下了 太危險 再加吧 貼吧 這個已經沒差了 其實沒有差了 因為貼三神 三神還是會死 所以就完全沒有差 不需要貼三神 三神也許還可以用個氣球之類的 好 既然要博士的話 把一些用不到的拿出來 好 拿個三神 然後 大戶符也貼貼吧 好 我是 好啦 沒辦法的啦 杖畢 因為我要拚板木 有沒有板木老大 沒有板木 尷尬各位 想說可以殺一隻 東東鼠之類的 看一下 好 那芒果这边其实也不知道 又不知道干嘛了啦 没有拼到板木基本上就算了 就直接打吧 好吧 180 然后拿能量 可以给昌响升上 好 其实这边芒果做错事情了 我应该全部贴给昌响的 其实这边芒果有点担心 就是说怕被怎么样 被摸掉一只啦 那手上因为有东东鼠 又有钢能量 所以芒果没有去注意到说 其实阿进是有办法骚扰我的手牌 等一下你们看 这个情况很很很惨烈 所以这手其实芒果打不好 就学到一次经验了 不能这样子分配能量 我想说你看我两张 紫尖陀螺 然后有能量 有东东鼠 我是不太相信做不出来的能量 你知道吗 好 直接玛丽 哇 这下尴尬了 然后玛丽再加黑夜魔灵 其实这时候芒果就意识到说 糟糕 芒果做错事了 我不能把能量分散这样贴 不然我下回来 如果没有拼到能量就爆炸了 那我也知道说他应该会好 手贴一颗丢一颗能量 然后再特性一颗 贴回来 好 直接贴给他 然后怎么样 直接来做攻击吗 他应该会先撤退啦 前面那只没必要让他死掉 好 贵重球 再抓 他牌组已经所剩无几了 哇 还有一张奇拉蒂娜再丢 各位这个真的是不得了 拿蝶蝶 好 蝶蝶先扣着 蝶蝶蝶已经眼神死了 那现在我四张牌齁 把能量把两颗撤退 四张牌里面不能被抽走板木啦 只能这样想啦 我的能量或板木都不能被抽走啦 不然就输了齁 所以这一手其实蝶蝶蝶真的做得不太好 能量要集中贴会比较好一点点 好 两张 什么东西 好 他先模仿 模仿谁 先讲 好 模仿鬼术 好 两张 哇 板木跟贵重球 贵重球我可以拿冬冬鼠 那板木被拿回去 這尴尬了跟尴尬了 我跟你講 爆炸 真的爆炸 最重要的两张被拿回去了 被洗回去了 那现在芒果手上什么两张牌看一下 好 来 爆炸 好 换这个昌翔 有气球先上去 神抽啊各位 需要神抽啊 没有神抽一定爆 博士 有博士 有那个白蓬蓬 假设能量 能量 哇 没有能量 嗯 学到教训了 而且阿静很聪明 他完全不下森林给我用 他有下森林 芒果还有得救 对不对 哇 爆了 白蓬蓬 就算拿板木也没用 手上有板木 有博士 所以 我博士玩 也没救 你看 两张 所以你看 芒果就想说 哇 做错事了 做错事了 学到了 各位学到了吗 好不好 我们在失败中 求 求 学习 呵呵呵 好 芒果直接 应该就回合结束了啦 没事做了吧 抽三张还是怎样 直接结束 因为已经没有救了啦 他直接模仿日月神 杀掉我 我就输了 不太可能赢啦 就该有的都有 他就说 芒果你有100种死法 我说我知道 呵呵呵呵 我知道 怎麼辦呢 在那想 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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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解 我相信现在是那个 神圣状态了 嗯 好像真的没有办法 好吧 没办法了 啊 霸卧贼王罚战 又堵他下不去 哦 堵他下不去 下回合 然后芒果有能量的话 直接在板木再抓出来 打 哦 没办法 就堵他下不去 阿金有 好 爆炸 好 那芒果投降了 所以 芒果就投降了 对 没办法 因为芒果抓罚战的话 其實還有一點小機會 就是可能10%的機會吧對不對 哇嗚 好沒關係我們進行第二輪 好我們第二場開始 齁來閃個硬幣 來誰要先攻 呃 痛 好蠻果一樣後手 那現在就是看阿淨有沒有辦法 第一回合先蹦蹦蹦蹦蹦出來東西了 OK 來Round 2 7張 阿淨先手 芒果這邊 哇一張這個 藏馬蘭特開局不太妙啊各位 那阿淨這邊有兩一組烏賊王 兩隻烏賊王喔 哇然後一張東東數到 一張烏賊王比較虧啦 那芒果這邊也還好 我覺得都還好 雙方都還好 因為畢竟有先手 有先貼一顆能量了 烏賊王到就還沒有那麼的重要 還好啦 好東東數 全丟一 哇丟兩張博士一張瑪莉 OK 然後抽六張 看一下有沒有辦法做出小烏賊 丟了一張這個四二針龍Tek Team對不對 好像是吧 二十大王Tek Team 然後檢索一下牌組 應該會再拿一隻小好萊油 對這一張 然後芒果再看一下招式 各位剛剛有看到他的第一招180嗎 瑪夏朵可以模仿 他有模仿這個180可以直接擊殺烏吉泰娜 所以這一張放得不錯 而且他的狙殺可以直接拿兩張獎勵卡 我覺得很好 這個想法非常好 因為國外其實也有人放過 我覺得非常棒 所以芒果現在想說 嗯 嗯 不錯不錯不錯 好阿進檢索一下牌組喔 拿了一張好萊油沒有問題 然後放到後排 那現在繼續檢索一下牌組 他看說 欸習慣 我的烏賊王怎麼只有一隻吧 可能喔 很呃娜餒 好再看 繼續檢索 檢索 檢索 好 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看一下手牌 OK 洗下牌組 OK 切牌 那現在應該 還有事情做嗎 好換芒果 抽牌 有鋼補丁 能量丟不丟得掉 丟不掉 一張能量都沒有 直接拿狙殺球 三神出來 OK 沒問題 檢索一下牌組 你們知道三神第一次打的時候 檢索要檢索什麼東西嗎 你們猜猜看 猜一下 快點 首先你的水能量 或極光能量 一定要先看過 第二個就是 你的 蒼翔在不在 第三個可能就是 你的檀木總共有幾張 這幾個是比較關鍵的東西 好不好先看過 看過之後應該就還好了 怎麼了 進去拿飲料 這個手牌其實沒有到很好 各位 其實手牌我覺得 不好做 那先機球的話 應該直接拿蒼翔沒有問題 好 蒼翔 OK 那因為我知道對方有可能等一下會直接開哽鬼的GS 所以 我現在想說手牌要怎麼消耗 好直接咚了 那瑪莉 芒果也沒有打算叫瑪莉了 我就跟你拚到底了 現在只能這樣子 然後拚個水能量 因為要拚水能量 所以芒果是先選擇先咚 不先博士了 有水了 有咚了 沒有支援者 這下尷尬了各位 這下超尷尬了 沒有支援者 然後沒辦法後手開GX了 講一下怎麼做 哇 怎麼給 我等一下給東東數啦 因為我知道會被170打掉 可是我又怕被他的騷靈現象 直接300帶走 所以我很尷尬 好 抽三張 而且芒果現在手牌在控 控Trainler卡的數量 注意 我剛剛有在控喔 你有看到嗎 我有在控喔 我現在手牌有7張 所以他開2顆能量 稍微線上 對我其實影響不是很大 你們懂嗎 因為他知道說我有在控 然後下了森林 OK 丟鈔 沒問題 這個對我是好的 這個對我還不錯 因為我至少可以丟鋼能量 拿鋼能量 然後用鋼符丁來回田 給蒼翔 我覺得這個森林 對三層蒼翔是非常好的 好 然後 阿進 再繼續看一下牌組 拿一張鈔 沒問題 然後使用 直接手填 給前面的鈔帽 好 恰蝶蝶 直接拿博士嗎 還是拿反木 反木直接抓蒼翔 有可能喔 各位有可能喔 拿博士 OK 如果比較狠一點的話 就直接抓蒼翔出來 直接開GX了 但是因為我剛剛 芒果說過 我有在控圈了 阿進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知道現在打燒鈴線 像是 不合乎效益的一招 懂嗎 不合乎 開GX可以啦 開GX沒有問題啦 開GX其實芒果也是 就讓三神上去擋一下而已 因為我知道他殺不死我 好 你看芒果現在手牌 一二三四 好像只有四張圈了吧 四張還有五張 反正不會死啦 我把控制 盡量控制在不要死的情況下 好 再一次好萊油 然後手牌有森林 好 撤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撤退換好萊油 哇 好 繼續 換芒果回合 直接手貼一顆給 所以剛剛阿進完全不 不那個 他不開那個耿鬼的招式耶 好 下芒果 會動球 直接拿三神拿來丟了 要拿來丟 壓牌一下好不好 壓牌 好 氣球貼 雙中鼠沒問題 因為大副服如果貼蒼翔的話 其實他就不會被日月神打掉 哇 怎麼又反面 我們今天全部都反面耶 好衰喔 好 繼續用圈子卡 用掉 來 拿一張鋼能量 然後直接森林 來 直接森林丟掉 媽 水能量 拿水能量 拿水能量丟也可以 好 拿鋼 呃 我森林害過了嗎 好 鋼再丟 然後再拿鋼 然後再回貼 那這邊芒果其實又有一手做錯了 你們知道哪一手嗎 當伯丁 然後我能量轉移 要先轉 我能量轉移 要先轉 我要轉給三神 因為如果他開 耿鬼的GX的話 芒果沒有辦法手填 但是我如果先轉的話 我有辦法直接做進攻 所以這一手我覺得不好 這手我覺得算是大失誤 要先轉移 我們又在那個錯誤中 求學習 好不好 對不起 啊 下次知道了 對不起 芒果錯了 你們有時候在看芒果這個時候 就是會發現說哪裡做錯事情 我覺得這樣不錯啊 就是你 錯一次下次就知道了 好 那現在換阿進 阿進手牌是卡了嗎 因為他一開始直接丟三張綠牌的支援者 我覺得有點賭啦 他現在手牌不知道還有沒有綠牌的東西 直接博士全丟 OK好 還有呢 四張博士都 都用掉了 這有點猛啊各位 有Switch 然後有寶藏 還有什麼東西 那現在就是看阿進的決定 要打哪一招了 現在看阿進決定要打哪一招了 其實現在這個情況齁 我覺得分為兩種 第一種就是可能耿鬼開GX 或者是有可能 maybe使用 黑夜魔靈的GX 也是有可能的 或者是你看 他現在有這個奇拉蒂娜 的Tech Team 的GS 其實也可以 有機會都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看情況啦 好 那寶藏直接拿一張烏賊王 然後檢索一下 現在就看阿進要怎麼打 看他怎麼打 因為芒果是以耿鬼GX為基礎 在做情況啦 那各位我再教一個齁 如果對方是開黑夜魔靈GX的話 那我能量會噴光光嘛對不對 那我要逼我撤退 那這次有個情況就是說 那如果剛剛我沒有能量轉移的話 現在反而對我就是好的 懂嗎 就對我就是好的 那他現在應該要打黑夜魔靈 我在猜的 有可能啦 就打150 清三張 或者是打什麼 我不知道 他現在想要怎麼打 那烏賊王特性還沒開過喔 那手貼也還沒貼過喔 所以現在我們兩個在研究說 嗯 他要用什麼比較好 用哪一招比較好 好 用這個日月神丟掉 然後直接拿一張超能量 這幫我現在頭很痛 因為我不知道你要怎麼打 各位到這個情況你們會用哪一招 下方可以留言討論一下 我覺得這個很值得討論 你們覺得用哪一招比較好 好手貼 媽 喔特性是不是 喔手貼再特性 OK好 4顆能量了 你現在4顆了 然後怎麼打 4顆可以模仿誰 日月神230嗎 或者是 喔switch OK 好然後呢 直接怎麼樣 哪一招 我們現在在討論喔 芒果還在幫他想主意 阿姬你要打哪一招呢 好手上再放一張超夢 那因為特性開過了 特性開過了 然後現在他在決定要打哪一招了 各位 全部都開過了 現在要決定哪一招了 好 4二陣容 170打在東中村上 那4號等一下有問到就是說 因為他手牌動不了 所以他一定勢必要先搶獎勵卡 各位 要先搶獎勵卡 這是我得到的答案 所以他沒有打 其實耿鬼也是可以啦 我覺得 但是因為我在空缺呢 好那現在來看一下 想一下 我現在 目標很明顯各位 一隻疊疊 一隻東東屬 就這麼簡單 喔終於正面了 可是現在正面的話 要拿什麼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好像可以拿個抓板木的東西吧 對不對 看一下木地有沒有板木 可以拿白蓬蓬 或者是拿 東東屬技去綠呢 又或是拿什麼東西呢 講一下 那因為手上有能量 所以應該這些都不用擔心 拿仙機球沒問題 欸 木地啦 好仙機球怎麼丟 丟三神 好手貼沒問題 然後對 因為手上有板木了 其實這個有一點 玩仙機 媽 也對也算玩仙機啦 因為我怕等下被 被那個 黑魔靈打150 然後手牌全部洗回去 會有點尷尬 所以芒果現在 有點想在扣東西 你知道嗎 就是不太想要一直套牌 好拿蝙蝠 你知道嗎就這樣子拿蝙蝠 就把手牌用多一點 那阿基現在也知道說 就是你看 疊疊東東屬選一隻吧 好現在我就 怎麼樣直接 切個牌切個牌 來阿基切個牌 好直接 抓蝙蝠 然後直接蝙蝠 5 4 5 6 好這手牌其實還不錯 我先機球扣著我會贏 只要6張牌 我現在打死他 再拿3張 我9張牌 你一定要怎麼樣 硬張加黑夜魔靈 好不好就賭我沒有 就賭我沒有 就賭我沒有 OK再拿一隻蝙蝠 應該是沒事了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抓這隻蝙蝠 不好 也沒有到不好啦 可以啦 好啦180打掉 就做兩隻保險一點啦 不過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這第二隻不需要 先機球可以扣著 反而可以幫助我抓 白蓬蓬 所以這事後我們來討論的時候 就覺得說 好像這一手先機球不用硬抓 不用硬抓 好那現在等一下就是 他現在 阿進 刺斃 瑪莉 硬張 在黑夜魔靈 搞我手牌一定要 這沒辦法了一定要了 怎麼樣都要 來現在非常關鍵 這一手阿進最後一手了 應該不是最後一手 就是說他就賭 我下一手如果有百木的話 這手就最後一手了 好貼先 極光能量然後丟一張 丟一張超夢 然後回貼兩次 那現在三顆能量怎麼打 要怎麼打 直接硬張喔 然後黑夜魔靈對不對 哇 果然 各位你看 阿進完全沒有做錯事情啦 真的很猛欸 所以你看 好了硬張了 好幫我洗個牌 很重要 這三張牌太重要了 這三張牌 因為他應該會打 鬼術嗎 鬼術150 或者是GS 我不確定 他現在在想 一直在想 要怎麼打比較好 好那我們現在又開始在討論了 你要怎麼打會比較好 正常比賽情況下 他現在選擇 一二三 現在選擇這三張 要怎麼打比較好 那現在正常來講的話 優先選擇的一定是黑夜魔靈 跟這個GS 可是因為 呃 奇拉蒂娜GS的話 有機會 後面 我還是會有辦法攻擊 好他決定了用這個 然後 喔 用橘子拔掉能量 橘子要翻 橘板子要翻 哈囉 板子 沒翻到 OK 哇 神通交換 私人把我笑出來了 好 先壓牌 各位先壓牌 先壓一個能量 有沒有能量 欸沒有能量 OK好 壓壓壓壓再壓再壓 然後 這時候腳踏車怎麼樣 才有辦法蹦出來 東西 看看能不能拼到板木之類的 來 雪下車 仙機球 板木 都贏 仙機球 板木 都贏 阿金要洗一洗洗 用力洗了 不能神抽啊 板木就贏了各位 板木喔 成 咚咚鼠漢 好像兩張都可以救到我 Switch板木 這兩場精彩吧 各位 哇好看好看好看 你看 這兩個內戰就是 哇打到頭好痛喔 而且超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變化多端 你知道嗎 所以應對很多種情況 都蹦的出來東西 好啦那馬上進入我們的賽後檢討 耶各位觀眾 我們打完了齁 芒果從頭到尾其實都沒有做什麼事情 阿金表演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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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我個人是覺得 玩這種牌真的 要想很多 順序要搞對 抓怪 埋怪 做錯就爆開了 每一回合打哪一招也要知道 對 那你到懷賽打那麼多 你覺得最討厭的是什麼牌 我覺得這一版本的話 一定還是噴牌 太不交流 對 把別人牌噴光到飲熱 覺得很光榮 不是很喜歡 對就是 芒果是有不光榮啊 不喜歡啊 對 但是也是一種獲勝方式 沒錯 那最近阿金的頻道 有一個阿進盃對不對 每個禮拜的三五六 都會至少開一到兩場 然後可能會找戰隊的人啊 朋友來對戰這樣子 或者是其他在台中的Youtuber會來幫忙 哇 那有興趣的可以到這邊看一下喔 對 記得追蹤我的Facebook個人專頁跟 在這邊 對 那我都會告訴大家 對 今天感謝阿進來 謝謝 歡迎下次再玩 沒問題 那我們跟觀眾掰掰 掰掰 喜歡芒果的影片請按讚 想知道更多PPC區 歡迎訂閱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追蹤直播 芒果最新動態都在我的粉絲業 以及IG 我們下次見